无论是对于谁来讲,又不管他年龄是大是小,对人们来讲,被开除都是一件令人没面子的事情,令人羞愧不已。 有一位小孩子,她叫小林,她被幼儿园开除了,不是她做错了什么,而全是因为自己的妈妈。 小林的妈妈从一开始就觉得小孩的幼儿园不好,天天对幼儿园挑剔,而且到处中伤儿子的幼儿园。 但老师还没跟小林妈妈谈闹,小林妈就接到了幼儿园电话,说小林被开除了,让她去接小孩。 小林妈妈吓了一跳,连生给幼儿园道歉,但对方却下定了决心,要开除小林,让小林妈接孩子走,重新安排她的上学问题。 说着不惠幼儿园,全是小林妈引起的。 事实上,幼儿园孩子的家长和老师,早就对小林妈意见很大了,因为小林妈一直觉得自己是高学历,是高知,根本看不上幼儿园的教育方法。 对老师更是指手话讲,她在各种场合抹黑幼儿园,但幼儿园的老师和领导很头痛。 这件事情一出来,就有很多网友说小林妈的愚蠢,还害了自己的孩子。 对于这件事情,大家有什么想法呢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帮我们TTN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